特別來跟大家講一下 美國的總統的大選的幾個主要的進程 拜登跟川普在6月27日辯論之後 他幾乎是形成拜登的災難 有人說一顆子彈要打川普 結果打死了拜登 在7月24號拜登決定要退位 他選擇賀錦麗 所以時代雜誌馬上改後面 原來是拜登出場 現在變成賀錦麗進場 那這個進場 現在這禮拜民主黨代表大會 我相信他會得到一致性的支持 這個一致性的支持 現在看起來他的好感度在上升 川普的好感度在下滑 所以未來路死隨手 我想還不能太早來論斷 那賀錦麗的家庭 他的爸爸是雅馬加的會議的移民 史丹佛大學的經濟學家 是凱因斯的信徒 他的媽媽是乳癌的專家 伯克萊的國家衛生實驗室 重要的乳癌前衛 那他有很好的這個家庭背景 那我們也看到 在這個回合當中 未來的情勢跟變化 我們大概要稍微來看看 這後面的變化 也就是在美國的投票當中 美國50個州 538張選舉人票 誰掌握270張票就當選 這當中有7個搖擺州 從賓州內華達到喬治亞 到密西根到亞利桑那 威斯康辛到北卡萊納 這7個州 上是2016年 川普翻轉 贏了威斯康辛到密西根 然後那賓州 那到2020年 拜登全部翻盤 所以川普輸了 這當中我們來看一下 郭董在2017年 那麼你可以看到 郭董在白宮 他川普曾經為他 舉辦了一個非常重要的 這個肇事大會 白宮他歡迎郭台銘董事長 郭董的全家 也跟威斯康辛的州長來見面 那這個是白宮 郭董到白宮去參訪的畫面 那川普為郭董來舉行記者會 但是後來郭董虛放一招 沒有在威斯康辛投資 那威州川普是輸掉了 那輸掉以後 川普這一次要對台灣收保護會 有人懷疑是不是郭董 讓川普對台灣很反感 這個我們很難來下定論 但是假如川普當選 第一個 這個7個面向大家要注意的 經濟上川普喜歡增加關稅 所以一般商品增加10% 中國可能會加60% 那這個時候 對中國經濟來講 會產生更大的變數 另外一個 川普經濟學裡面他強調低稅率跟低稅收 川普希望把稅率從21%企業稅降到15% 但是看起來有困難 他說20%也沒關係 那江麗麗看起來川普正在營造當中 另外鼓勵美國優先要強調美國製造 第五個是孤立主義 他從拜登的多邊會變成單邊 第六項他反對移民 那第七個他對綠色產業非常不友善 所以他很可能會重啟 越遠有的開採 那這個也就是我們看到川普上一次 他也是在講 如果當選要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 這個是衝擊會大 川普上一次當選他給大家幾個重要的 他第一個就是天下武功 微快不破 速度非常重要 第二個勇敢收出政績 第三個不要花夾彎 錯了就要改 這個也給台灣的政府帶來很大的啟發 那川普的第一任 他對美國的經濟規模 他到了20兆 當然現在增加到27兆了 那增加就業 然後創造美國股市的大漲 然後減稅創造股價的利多 這是川普一貫的政策 但是在未來川普能不能順利進到白宮 我相信變數仍然很多